金錢背後的故事 我是楊世光 好 我們今天討論兩個議題 第一個議題是在這個禮拜六 上個禮拜六 9月30號人民銀行 要進出 計出定向降準的貨幣政策 那白話一點 這個調降存款準備金率 一般來講就是降息的動作 根據過去兩年來 大陸的供給車改革 已經不斷的抽回市場的流動性 這個調降存款準備金率 難道從上禮拜六開始 人民銀行要改變 過去兩年緊縮的貨幣政策 要開始執行寬鬆的貨幣政策嗎 在美國進行QE縮表 就這個月開始 以及調升利率的過程當中 大陸真的是要降息嗎 可是我們深究其文字 跟政策內容 還有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叫做定向 你必須符合某些官方 人行訂出的標準 你才能調降法定的存款 準備金率 調降存款 存款準備金率 基本上會降低 金融業的資金成本 所以第一個要達標 你達到這個標準之後 你就可以調降法定的 存款準備金率 第二個 你有三個月的時間 過去全球央行 升息 降息 都是即刻執行 可是這一次人行 給所有的金融機構 三個月的達標適應期 所以到底這個政策的背後 代表什麼意義 我們看大陸股市 因為國企年假休市 可是A50的期貨 在新加坡到今天出現 大漲的發展 所以我們就要詳細解讀 因為這個直接的貨幣影響 可能會將近一兆人民幣 大陸真的開始寬鬆嗎 這個寬鬆會如何刺激金融市場 我們要做一個觀察 另外這個週末 另外一個國家爆發大事了 就是西班牙最富的加泰羅尼亞省 已經完成了獨立公投 繼上禮拜的庫德族公投 現在西班牙最重要 最富裕的省份 加泰羅尼亞宣布公投 什麼感覺 就是台北市要公投 我不要再去把台南阿姨 嘉義的媽媽 高雄的大伯 新竹的舅舅扛在身上 我們自己過爽就好 為什麼加泰羅尼亞要公投 而這一次獨立公投結束之後 會對於西班牙這個國家 產生多大的衝擊 甚至對於目前歐盟的團結 產生什麼樣的一個危機 所以我們特別要從 加泰羅尼亞的獨立公投 來觀察這場正在大幅改變的 西方政治氛圍 好 我們請到三位來賓 第一位請到的是資深的分析師 葉俊敏 好 第二位請到我們的財經者 丁萬銘 好 第一位請到我們知名主持人 大K 曾煥文 好 我們進入廣華 先觀察這件事情 就是定向降準 目前投資銀行估計 這個最終投放出來的資金 可能會高達1兆人民幣 那大陸是真的要準備 進行寬鬆跟降息了嗎 到底定向降準的目標 跟它背後的政治意義何在 這樣廣告 懷座 進來解讀 我們講指標跟標杆很重要 講這個人行的定向降準 讓大家了解 理解的話 我舉出一個例子 就是這個週末 這個台灣電視節目 就是我們電視產業當中 最高的聖杯金鐘獎 正式頒獎了 而且頒完 可是今天志光回到東昇 到下午錄影之前 全公司沒有一個人討論金鐘獎 他們你懂意思嗎 整個東昇集團幾乎沒有人 除了世光的好姐姐蘇孟蘭被提名四項 沒有得獎之外 沒有人在討論金鐘獎的一個議題 包括我們幾位在座的攝影師 沒有人在討論金鐘獎頒給誰 你知道這件事情很荒謬嗎 因為金鐘獎是我們電視產業 一個最高的榮譽 可是這是個標杆 這是個指標 可是電視圈當中沒有人關心 這個指標 那跟我要講電視像這樣有什麼關係 我們常講人生為什麼要考試 為什麼要指標 因為要考試才知道 你學習的效果如何 透過不斷的考試 透過不斷的分數指標 來驗證某一個階段當中 你的學習成果 最後進入高中年考 那為什麼建中北一女 她要考試 她也透過一個分數的指標 來試圖摸索 未來的新生 她們的程度如何 所以這個指標很重要 觀眾朋友 你懂意思嗎 所以通常考國文 英文 數學 自然 社會科 這是必須的一個了解 所以定什麼樣的科目 用什麼樣的難易度 考什麼樣的分數 她會抉擇到底誰 能夠進來當北一女建中學生 誰又不行 不能當北一女建中學生 所以這個指標很重要 標竿很重要 通常我們都往標竿直跑 一個是收視率指標 一個就是金鐘獎 金鐘獎像慶學哥 那麼會做節目 過去拿了兩座金鐘獎 最佳製作人 最佳主持人 看到慶學哥 我們就當做神一樣 為什麼 代表他在職場身上當中的 最高成就 不是用貨幣衡量 不是用薪水衡量 也不是用收視率衡量 因為他都輸我 可是我拿不到金鐘獎 他拿到了 所以我們在成就當中 用這個做指標 因為有這個指標 我們努力做好節目 除了收視率 跟我微博的工資外 我要多一項努力的方向 那金鐘獎 失去整個電視圈人觀察指標 代表大家不會為了 金鐘獎的標準做電視 隨便你頒 隨便你頒 因為我根本就不會報名 世光要報名 還不知道報名哪一下 綜藝節目嗎 金錢報有點像 然後新聞類節目嗎 沒這個獎項 那鄉土節目不像 知識性節目沒有 我們只有嘗試 只有丟到垃圾桶 就要綜合性節目 所以基本上 我們沒有為這個標竿 努力的動機 好 觀眾朋友講這東西 你會講八卦 為什麼叫定向降準 各國都會有升息 跟降息的動作 除了基準利率之外 最重要影響金融業 擴大放款或緊縮貸款 放大槓桿 緊縮槓桿 最重要的就是這個字 準 什麼叫準 叫做法定的存款準備金率 各國央行都給每一家的金融機構 設定了一個存款準備金率 什麼意思 我收了100塊的存款 100塊的存款進來 那我要去借給人家 要做放貸行為賺利差 可是會有個法定存款準備金 譬如說收了100塊存款 我的存款準備金率是12% 也就是100塊你要減12% 這12塊要留給央行做準備金 準備什麼 準備可能擠兌 準備有巨大的災難 舉備風險 那另外88塊錢 你可以去拿去放款 可以去貸款 可以去借人 可以賺利差 所以存款準備金率越低 代表銀行能夠拿出來的放貸 你懂意思了吧 所以為什麼叫降準 這個是一個降息動作 假如銀行的資本的成本 資金成本越低 能夠借的錢越多 那就變競爭了 所以市場的利率水準會往下降 這就是降準的印函 可是過去一段時間 不僅是大陸 包括台灣 包括日本 包括美國 降息有沒有用 我們都知道沒有用 除了投機之外 對實體經濟一點幫助都沒有 我現在講降準的意思 就是過去降不降準 基本上對金融業沒有感覺 你降準 我收到了 降準了 趕快借錢 你升準了 基本上我也沒有感覺 所以降準這個標杆 失去了指導性的意義 大家不會因為你降準不降準 而進行加槓桿或減槓桿的動作 所以大陸最近做出一個很特別的行為 叫做定向降準 我們要分成時間跟空間兩個角度 我常說我們分析政策 第一個是時間 第二個是空間 我們先講空間 定向 什麼定向 這次丟出一個標準 只要你符合這些的央行的目標 你就有降準的機會 所以不是你大 不是你小的問題 也不是大銀行 小銀行問題 而是你有沒有聽我的期待 聽我的指標 進行一些放貸行為 觀眾朋友 你知道這意思嗎 就是說做電視 只要今天金鐘獎說 誰露得越多 衣服穿得越少 我就拿金鐘獎 觀眾朋友 你很快看到 我們都脫光光了 觀眾朋友 你有意思嗎 這是一個指標行為 假如我在乎金鐘獎 另外一個就是領帶打得漂亮 然後站姿要得體 假如這是一個金鐘獎指標 我就會領帶打好 然後站得直挺挺的 觀眾朋友 這個就是指標的意義 當我不甩他的時候 觀眾朋友 脫衣服穿衣服 對我沒有任何價值 所以就有個誘因來了 只要頒到金鐘獎的 我頒發給你五百萬獎金 我給你至高無上的尊榮 好 這個意義就來了 那什麼標準呢 這一次的標準 是針對五百萬人比以下 包括你對小經驗貸款 對於個體戶 對於建營組 包括農戶生產 或是創業擔保 或是貧困人口 進行微小貸款 只要你這個貸款的總額的增幅 達到一定標準 我就可以調降存款準備金率 這就有肉了 這就有甜頭可以吃 假如我多做一點點業務 會把我全行的資金成本降低 會不會做 就會做了 所以第一個定向 第二個很特別的地方 過去像美國降息都是 宣布之後隔日生效 包括台灣央行每次都四點半 召開李監事會議 公布之後隔天生效 各國央行都這樣做法 可是大陸創下首例 就是現在宣布 明年的1月1號開始 要降準 符合前面的條件 給你三個月的時間 來進行努力緩衝跟適應 公平同意是嗎 金鐘獎明天公布的條案 公布的題目 最佳主持人獎 第一個就是穿得少 我未來這一年就努力穿得少 不惜脫光為了得到金鐘獎 得到他的獎金 所以他給一個時間讓你實施 所以這一次從時間的角度 他拉出了一個時間 明年1月1號降準 現在沒有降準 這三月時間你去努力 努力完之後會有降息的動作 好 我們先把標竿的問題給帶出來 所以觀眾朋友 到底是不是一個貨幣寬鬆 因為目前券商跟投資銀行估計 這一次的定向降準 因為幅度非常大 只要你符合標準的降兩碼 那在進一步的累計原則 還可以再降四碼 也就是假如你符合標準 可以一口氣調降六碼 也就是1.5%的存款準備金率 1.5%是多少 觀眾朋友 大陸銀行 幾家股份子銀行 他們資產規模都一兆 1.5%大概就是150億 這個資金可以拿出來貸放 就可以多做150億的資金的一個機會 觀眾朋友 你懂意思嗎 就是過去不能用 150億只要按照大陸線5%貸款 我每年可以創造六七億人民幣的盈餘 所以這個幅度算是相當的大 而且影響非常多 所以據你觀察 這不像是單純的貨幣政策轉向 而是感覺更有目標性的指引 到底所謂何難 你的觀察 這個人行的一個定向降準 當然是中國大陸 其實針對特定的目的 來調降存款準備金率 那降準過去來講 其實各個國家 大概沒有什麼定向降準 就是降準就全部一起降 那降準的結果 因為它是一個強力的貨幣效果 貨幣的這個 有一個貨幣乘數效果 所以剛剛示範說 比如說這個一兆的存款 我可以拿出這個1500億出來的話 那原則上來講 因為透過這個貨幣幹港的一個效果 貨幣乘數的效果 那可能創造出來是近兆的 一兆的話是150億 每一家銀行都一樣 那大陸總存款現在大概150兆 所以等於這樣1.5% 你最高限的話 就兩兆的資金 對 兩兆的資金 再透過這個貨幣乘數的效果 就規模更大 那現在問題來 這麼大的一個貨幣寬鬆的效果 很擔心 它又流到奇奇怪怪的地方去 比如說這個金融的炒作 比如說房地產的炒作 這不是政府這一次寬鬆的目的 所以它提出特定的要求 才叫做定向降準 那它特定的要求 其實主要就是 剛剛示範所提到 包括這個小微企業 包括個體的工商戶等等 這些符合條件可以降準 那當然第一個階段是說 你來到這個 就是說剛剛提到 那些小微企業等等的 一些貸款預約 如果說佔比是1.5%的話 那可以下調兩碼 就0.5個百分點 如果這個規模更大 累積來到這個10%的話 那可以再調1個百分點 等於是降了1.5個百分點 那是降了6碼 這個威力是非常強的 假如它單純宣布降6碼 這個房地產跟股市都飆翻了 但問題沒有這樣子 而且明年開始實施 就是說這一段時間 你還可以去稍微做一些微調 最後一季 大家可以稍微改正一下過去的行為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現在來看 如果說以中國大陸經濟 我們先分幾個角度看 這是中國大陸固定資產投資 對 已經開始下滑了 這下滑很嚴重 從1到3月大概是9.2個百分點 到8.9到8.6 到最近這個1到8月平均 已經來到7.8 拐點就是4月份 對 這個掉下來幅度很 因為這是累積 所以這個很恐怖 因為這個累積既然往下掉 代表其實8月份掉得更兇 是 那我們如果說以固定資產投資 這樣要去分一下 這個不能說 這個7.8個百分點 就看這個數字 對 我們稍微分一下 第一個是國有的控股 大概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速 是11.2% 比均數高很多 均數是7.8 對 但是國有企業 國企的這個部分 它增速是11.2 這其實比預期來 比均值來得高 高很多 下面是民間的投資才6.4 比均值低很多 所以拖累這個增速的部分 就固定資產投資增速 就是因為民間投資嚴重不足 簡單講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造成整個投資的一個下滑 那民間來看的話 如果我們大概是以這個 這官方很好解讀 像你知道台電 其實台電 基本上是一個破產的公司 你知道嗎 假如台電是一個民營企業 基本上沒有銀行會借他錢 但因為他是國營企業 所以台灣的銀行寧願借給一個 已經破產 行動破產的台電 也不會把錢借給世光 光明同意是嗎 因為他是國企 那台電拿這個錢之後 就可以繼續胡搞瞎搞 亂投資 投資一些沒有效益的風力 太陽能 搞一些什麼地熱探勘 然後把核電荒廢在那邊 什麼原因 國企業效率不髒 可是因為他背景是國家企業 所以這種業 寧願把錢借給國家企業 淘電倒了 不會算我頭上 楊世光跑了 大家慘了 所以簡單講 這個世光解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 增速比較高的國有控股的部分 國企的部分 他投資雖然多 但是 我們懷疑他的效率到底好還不好 對 但是民間投資 可能他效率很好 但是問題他增速那麼低 為什麼 因為主要就是他融資管道的問題 對 那這個融資管道就造成說 這一次的 人民銀行 用定向降準的方式 就是說你要把錢引導到那個地方去 簡單講就是這個樣子 那如果說以這個 中國大陸目前的企業來看 其實大概我們可以分成幾個層次 國有的上市公司 主要是跟這個四大的國有銀行 做銀行的這個貸款 那民營上市的公司 主要是跟這個股份制的銀行 對 因為基本上他借給他比較安全 就像這個國 四大國有銀行 我當然借給國有的這個企業 感覺上這個沒有什麼風險的問題 對 但是民營的中小企業跟這個微企業的部分 對 按照過去的比例來看 銀行借款大概是占30% 對 民間借貸占70% 標會 對 很多種 他主要跟這個親朋好友借錢等等 台灣早期的很多民間創業都是標會標來的 對 所以中國大陸目前的狀況也是一樣 對 主要是借不到錢 那另外一個部分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說以這個2011年到2016年 這裡面兩個 一個是金融機構貸款的這個金額 就是上面這一條 這個淺橘色這一條 那另外呢 深橘色這一條 就是中小企業貸款的余額佔比 對 那如果以這個佔比來看 當然這個也是維持成長 這兩個都是維持成長 是 但是中小企業貸款的這個 佔整個金融機構余額的這個比重 其實你看從原來的39.73% 這是2011年 39% 接近40% 掉到去年只剩下36.84% 36.84% 對 其實掉的幅度非常大 那雖然說都在成長 代表說它主要是金融機構的這個貸款在成長 是 但是中小企業的貸款比率是越來越低 而且如果從2017年到2022年 按照這個比例維持下去的話 大概未來會掉到35% 是 所以中小企業它用銀行貸款的機率就下降了 對 這當然有一種風險 為什麼我們要透過銀行 銀行算是這個中介機構 對 所以假設這個微型企業發生什麼問題的話 它其實後面出事是銀行 對 所以銀行會做好徵信 等於是我借錢 假設我借錢給世光 我是透過銀行的話 萬一世光有問題去找 銀行去找你 對 那我沒有問題 因為我可以找銀行 這法律代償 但是如果說我直接借給你 世光萬一這個發生周轉不靈 我也跟著倒 對 這會造成整個社會的問題 是 所以為什麼才需要金融機構來當作中介 對 但是問題是這些微型企業它借不到錢 是 借不到錢它有幾個理由 因為過去來統計 不會 為什麼會借不到錢呢 其實過去統計大概是79.9 大概接近八成 申貸可以核准 對 那八成可以核准 為什麼借不到錢 對 為什麼 主要是說你核准以後 你真的要撥款的時候 不是百分之百 大概只有百分之五十七點八 為什麼申貸核准不能撥款 對 有幾個理由 第一個是 比如說跟真信的人員不熟 另外沒有抵押品 第三個沒有人幫你擔保 是 諸多的原因 就是說你真正 你可以申請貸款可以申請那麼多 但是我要撥款 就被擋住了 就只有六成 對 所以你真正可以從銀行借到錢的 其實它只有46% 是 所以這是中小企業 或是微小企業的一個 微型企業 對 小微企業的一個貸款困難的地方 對 所以它既然借不到錢 它跑到哪裡去 用P2P的方式 是 所以為什麼中國大陸 P2P標得那麼快 對 就是透過網路的方式來借貸 對 所以這個是有一個背景在 是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如果說這個 中小企業的部分 它用這個 我們剛剛提到 用P2P的方式來貸款 P2P是不是就是以前我們傳統那種 標會的概念 類似 但是它是透過網路 科技化而已 對 對 就是說中國大陸 因為它網路非常發達 因為我們標會 只能透過我們彼此的人際的脈絡 你的人際關係 其實最多就到兩成三成 人脈不夠 標會的規模就不夠 可是P2P可以跳網路 對 它可以有一個網路平台 類似有點像是 類似公正的一個第三方 提供這個平台 給大家做一個貸款 跟借貸的方式 比如說我有錢 我就丟給需要錢的人 但是因為我從 這個小微企業 它沒辦法從銀行借到錢 所以它用P2P的方式 它去借到錢 所以如果說以這個中國大陸的規模來看 大概是669億的美元 對 那美國才166億 它大概是美國的4倍 那如果說以這個歐洲來講的話 大概是54億美元 所以中國大陸為什麼它P2P的 這個成長那麼快速 P2P的貸款成長那麼快速 主要就是小微企業 沒有辦法從銀行借到錢 所以就透過這個P2P的一個方式 對 所以你看這個借不到錢有一個好處 它可以另外發展一個平台 但是這個平台到底好處還是壞處 就是另外一件事情 總之你這個借不到 就從別的地方借 但是我們可以理解到說 中國大陸其實它這個人民銀行 其實它比較偏向一個中立的角色 當政府有個政策出來以後 它的貨幣政策是配合執行 其實我們簡單講這樣 你知道中國大陸最近的政策 當然有寬鬆 比如說它這個定向降準 上造媒體 對 它就是小微企業 但是其實它對房地產的條縫 最近才開始在增加 沒錯 才增加力度 如果大家有印象 中國大陸目前有50個城市的 50個城市有限售令 就是你買完又不能馬上賣 你可能要兩年到五年 是必須要持有不能賣的 9月22號到9月23號 新增八個地方 包括石家莊 長沙 南昌等等 之前已經限購限售的一個地方 最近房價已經有點漲不太動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相關的消息 9月25號再加入這個江蘇的無息 這個是在9月底發生的事情 然後今年的部分 又提供另外這個小微企業的部分 提供它這個稅負上的優惠 對 比如說這個小微企業 其實小微企業在中國大陸非常重要 什麼叫小微企業 觀眾朋友 像雜貨店就是微型企業 你兒子想創業開個咖啡廳 就有小微企業 我們今天攝影師想跳出去 成立一個媒體製作的小平台 兩三個好朋友 就叫小微企業 所以企業都是從小跟微開始的 而且它這個是社會的一個中間支柱 因為很多人是靠這個微生 而且它影響到很多的家庭 如果你從大陸看大概有7000萬家 然後大概佔30%的GDP 跟30%的人口 你想這個影響多大 如果說這個小微企業發展不好的話 整個社會就會呈現一個動盪 所以第一個 在7月1號起的小微企業的 它的應納稅額 其實基本上 從30萬提高到50萬 就是免稅的部分 應納的部分往上提高 另外符合這個條件的話 也是用優惠稅率 其實它今年提供非常多的優惠措施 針對小微企業 但是對房地產的管控持續加強 所以它配合這個貨幣政策的話 我如果是一降準的話 假設我全面性的降準 那房地產又復活了 所以這時候 一方面限受限購令 另外一方面 放寬這個小微企業的一個動作 配合這個定價降準 你說定價降準會有什麼的影響 我們看一下過去這段時間 從2002年以來 這個降準的動作跟這個 很多 對 我們這個表現很多 降準的動作其實非常多 對 那原則上來講 每一次降準都會造成這個 這個十年期國債的殖率往下掉 對 藍色的部分 是這個十年期國債的這個收益率 對 但這個從2014年 那時候降準非常多次 你看一下從2014年開始持續性的降準 所以它的這個殖率率一直往下掉 藍色這一條 那紅色的部分是這個五年期的這個收益率 所以往下掉 那當然最近又往上彈高了 彈高以後就降準 理論上來講未來會往下掉 大概我們可以預期到這個樣子 那能不能刺激股市往上漲 當然我們看到這個電子盤的時候 A50往上漲 對 因為我們知道它這個降準分成兩個階段 第一個是你達到1.5的話是降兩碼 對 那因為目前預估的話 所有的銀行應該都達得到 對 換句話講這兩碼應該是降定的 對 但是你後面那個多的4碼 就不一定 是 所以第一個寬鬆的貨幣政策 已經開始在部分的資產發酵 比如說股市 對 但是後面那個4碼 其實就要看情況 就是說資金有辦法導引到 一個政策的方向 對 所以其實我們看到中國大陸 最近的一個政策 它都會有一個 假如過去的指標已經不具意義了 對 比如說這個降準會造成說 我希望的一個目標是 能夠幫助這個小微企業 結果沒有 但是沒有 我就用政策性的引導 你必須要符合某些狀況 才能做降準 所以這個政策 其實比較偏向中性 但是前面那兩碼 因為大家都拿得到 所以確實是有貨幣寬鬆的效果 好 觀眾朋友這個我們可以分幾個層次做解讀 觀眾朋友一般講 不懂央行的政策的行為模式的話 你就當做一個大陸的一次性 明年一月的降息動作 為什麼因為明年一月發生很多事 包括了一些回購 我們都提到 就是它一個降息動作最簡單 可是它降息並不那麼單純 所以它對股市是利多 大陸的房市跟商品市場最近走空頭 所以資金非常有可能往股市做轉移 可是假如沒有那麼單純 不是一個純粹的利多 我們要觀察 它這種中性偏鬆的政策方法 常常講我請願老師來講方法論 這種方法變成一種創新 因為我們叫大陸 其實科技創新並不強 可是應用創新或管理創新 非常非常強 所以這種應用或政策創新 到底會如何影響其他國家的利率決策 因為大家收到 今天黑田東也看到了 然後葉倫也看到了 連川普也看到 那川普一定看不懂 什麼叫做丁香將盡 不懂 所以不知道 所以但是這個影響層面 就非常非常大 歡迎跟我們就往下做觀察 因為第一個其實大陸初期 在2008年第一次的政策 是把大型的國企跟小型的 不管是城市銀行 農村的一些金融機構 把他們存款去存款準備金拉開 什麼意思 因為大銀行通常是大客戶 你去大銀行人家不理你 你知道嗎 所以這些小客戶就去小銀行 因為大客戶不會去小銀行 所以當時用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就是大銀行的資金成本比較高 小銀行的資金成本比較低 所以從2008年 大型金融機構跟中小型金融機構的 存款準備金率 基本上他們的差距是越拉越開 就是政府想透過對金融機構的 一個身分跟體量的判讀 來間接影響資金放貸的最終去向 可是發現效果不髒 觀眾朋友其實全世界效果都不髒 現在搞出一個新的定向降準 而這個定向降準 剛剛俊敏姐講得非常好 這兩碼大家都說得到 可是另外四碼就要看對象了 不管是大還是小銀行 現在小客戶 微客戶最重要 22K的客戶最重要 那220K的客戶先丟掉 連你之前努力爭取22K客戶 所以萬民哥其實這邊還提到 另外一個重點 叫做普惠金融 在這一次人行發表的一個 新的政策當中 特別強調普惠金融 觀眾朋友我們這張圖什麼意思 因為所有金融的借貸行為 都來自於交易 所以當交易平台 跟交易方法的改變之後 它會慢慢的回來影響 金融機構本質或存在意義 說什麼區塊鏈 這個將來影響金融業很大 因為交易的方式改變 會影響到金融業存在的本質 那我們從行動網路 飛行支付或電支付 其實在大陸蓬勃的非常快 所以本身這些沒有錢人的人 他們大量利用新科技的 支付或微小的借貸平台 來完成他的金融需求 那變成金融業 越來越不重要嗎 不是 其實金融業很重要 只是轉了個身 變了個醒 好 另外我們要觀察 另外一個方向 這比較傳統 就是事實上 目前大陸的貨幣層數正在升高 可是對於很多的產業 拿不到錢 所以試圖的來調整 大陸的存款準備金率 因為大陸的超額存款 準備金的比率 已經來到一個臨界值 就是大陸銀行普遍錢是不夠的 所以這邊是有降息的一個壓力 假如我們再往下做觀察 就是大中小型的採購金融指數 出現分化的變化 我要請教萬民哥 因為這個考量的事情很多 我們還是簡單 就是降息 禮拜六降息了 反正大陸11國慶 回來就等著 這個貨幣政策的利多刺激 可是背後其實扯到更多的 大陸的指導性 它又收又放 您的觀察 這個俗話說 有錢就會作怪 你知道嗎 對 全社會最有錢的就是銀行 所以最會作怪的就是銀行 大陸銀行做這個事情 當然也是受到國務院的指示 它明顯的就是要扭轉 或者說敲打 或者說是管束銀行 骨子裡的那些劣根性 比如說勢力演 勢力演 看大不看小 然後下雨天收散 對 這些不但沒有注意 你身邊的金融業朋友都那麼壞 因為我是相對經濟弱勢的 比較弱勢的個人 對 為了普惠金融 所以葉俊明算是改過自新 回頭上海 離開了台灣的大型銀行 他是華爾街 是啦 我沒說他是華爾街 是啦 對 銀行最喜歡他了 我跟你講 但是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說對不對 因為他很有錢 他的資源的配置對不對 其實涉及到政策的意義 社會的意義 經濟的意義 還有財富分配的意義 對 這個普惠金融這個事情 是這幾年 聯合國發展組織裡面 特別著重開發中國家 必須推動的一個業務 印度那個搞小 不是 孟加拉 孟加拉搞一個 孟加拉沒有講 孟加拉的勇魯斯 那個所謂窮人銀行的 對… 他從1983年對不對 就開始做什麼 針對農民做小額貸款 對 借錢你也買機具 買肥料 買種子 有點像我們宋朝時代 王安石推動的那個清淼法 只是王安石透過國家的力量 他是透過私人個人的力量 那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2006年的時候 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給他 我覺得是一個滿具有創新的 和平獎偶爾還是頒給一些有意義 有意義的人 第二年對不對 中國大陸對不對 他也知道這個東西很重要 有意義 就在找他在人民銀行 不是 人民大學 成立了一個 這個微型貸款的一個研究中心 是 這個貸款對象 特別是針對什麼 比如說 經濟相對弱勢的企業 團體 個人 創業者 這些比較不會得到銀行關注 或者說關愛眼光的 這些需要錢的個體 或者說是團體 對 他這個有他的特別意義 我跟大家舉一個數字 這是中國大陸自己統計的 他說這個 現在大陸的貸款餘額 中小企業大概只佔了23.4% 但是大陸每一年稅收裡面 有50%是小 中小微企業所提供的 然後這個創新的產品 和專利裡面對不對 有60%是小企業所提供的 大企業是幹什麼 大企業就是坐享其成 然後創造的就業 又佔了整個就業人口的三分之一 然後80%研發的新產品 也是由中小微企業對不對 來完成的 一個項目做錯了 但是你看他得到的銀行的照顧 明顯的不足你知道嗎 這個時候對不對 推出所謂定向的普惠金融政策 對不對 我的看法是說第一個 他有中性偏寬的政策目的 但是他希望把這個資金 進入到實體經濟 特別是民營企業 這個是涉及到大陸民營企業的 活力跟創新很有關係 第二個對不對 他不希望對不對 一個國家的產業 慢慢慢慢集中 出現集中化的情形 很可能就出現像韓國那樣子 對於經濟風險的承擔力量 就不足 第三個 我最喜歡舉個例子 土城供應區有個上市公司 叫做亞伯 專門做電動病床的 大家說亞伯老闆你有沒有搞錯 你在土城鴻海的廠房 他租鴻海廠房 來做這個亞伯的病床 毛利很高 你學會郭董每天在那邊 望遠鏡偷看 拿一個手機偷拍 發現你好做 那會不會郭台銘哪天 來做醫療病床 你不是死翹翹唧唧了嗎 可是亞伯老闆說不會 因為這個生意 相對於郭董的雄才大略 微不足道 可是假如郭台銘不做 那台灣人是不是就 沒病床可以睡了 沒有電動病床可以用了 所以為什麼小微企業 那麼重要 我再一個不恰當的比喻 小微企業 就像整個經濟當中的 蟑螂跟老鼠 它是一個整個產業 生物鏈當中 非常重要的生物 或許看他很討厭 可是它是最底層 在吃殘渣 在做一些生物循環的 一個重要過程 就是生物鏈最底下 可是這個政策 給蟑螂裝了翅膀 給老鼠裝了翅膀 觀眾朋友 你回去看看 老鼠有翅膀就變蝙蝠了 蟑螂裝了翅膀 你就等著聽你老婆尖叫 所以一旦這個普惠金融 給冒昧講 因為台灣也有很多 中華企業組 台灣也是高中華企業 給這些蟑螂裝了翅膀 給這些老鼠裝了翅膀 說不信老鼠變蝙蝙蝙 蝙蝠就出現蝙蝠俠 蝙蝠俠幹嘛 蝙蝠俠可以消滅萬惡的 高敦士的壞人 成為拯救中國的明星 所以觀眾朋友 為什麼普惠創新很重要 而這個影響力有多大 先等十一成長結束之後 大陸鼓涉反應 好 今天我們回來觀察 一個是一個 新的金融創新 另外一個是政治創新 因為這上禮拜 庫德族獨立空中之後 這個西班牙最富最重要的成分 加泰農利亞 在這個週末也獨立公投了 那這個公投就妙了 基本上因為它公投之後 西班牙頒出憲法 說不合法 而且不合憲法 可是這是獨立公投 本來就沒有兩體憲法 到底加泰農利亞 他顧德族 這一輛船的獨立公投 到底對全球政治 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這樣有告 再回來 好 在這個10月1號 在昨天 這個西班牙最重要 最強的經濟成分 加泰農利亞 舉辦了獨立空投 加泰農利亞的自政府 宣布在530萬的選民當中 有226萬人投票 這個投票率 還是在西班牙官方 不管是軍隊跟警察的主導之下 投出來的 99%的人宣布他們支持 加泰農利亞獨立共和建國 現在就妙了 因為加泰農利亞一旦獨立建國之後 他會失去歐盟跟歐元區的各種身份 這問題不是瓦解的西班牙問題 它事實上也給歐盟的未來發展 產生一個很大的衝擊 我要請教一下大家可以我們觀察 加泰農利亞這一次的獨立公投 其實對於西方政治影響非常大 天下就是和久必分 分久必和 透過了幾十年的戰爭 西班牙才變成一個完整的國家 包括像德意志 德國 像法國 本來都是君主莊元制的一個經濟體 或政治體 也是經過不斷的戰爭 才成為一個國家 那現在這個國家久了 又有分裂的問題 那下一步就是啟動 邦年跟邦年的戰爭 像是加泰農利亞 叫農利亞加泰打他 您觀察 這個加泰農利亞的獨立共和 基本上如果正式跟非正式算進去 這次算是第三次 第三次的獨立公投 那基本上當然都是以贊成居多 那為什麼要這樣 不斷的挑戰西班牙政府 但很簡單 因為他過去他繳的稅收比較多 然後反而他拿到的福利是比較少 這最主要原因 他富 對 我們看一下西班牙有17個大區 在東北角這個位置 對 他佔整個西班牙的GDP 大概是19%的貢獻度 5分之1 對 那他的人口大概是佔16% 但是按照統計 他大概每年有10%的GDP 都要拿去補助其他更窮的省份 這是經濟上的原因 另外去年大家應該記得 歐洲的經濟狀況其實一直以來都不好 但今年也稍微好一點 但大家可能都忘了歐洲五國裡面 有哪幾個國家 你說葡萄牙 西班牙 義大利 希臘 西班牙就是屬於裡面 這個失業率比較高的 對 這個花邊上橘色跟紅色 顏色越鮮豔的話 代表失業率越高 對 都是兩位數以上的失業率 所以即使加泰隆寧雅 是在西班牙裡面最負的省份 但是整體的西班牙失業率還是偏高 對 所以經濟當然是一個最主要的原因 但是我們再看一下他地理位置 加泰隆寧雅在這個東北角的位置 這邊上面是法國 他第一大城就是大家知道的 巴塞隆納 辦過奧運那個巴塞隆納 1992年那時候辦那個夏季的奧運 另外一個大城就是西班牙的馬德里 其實西班牙就是兩個大城 馬德里跟巴塞隆納 對 巴塞隆納就是你剛剛講 加泰隆尼亞的這個首府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馬德里 主要是這兩個 像馬德里這個省份的GDP貢獻度 也滿高的 對 但重點是他的地理位置上 我們剛剛看 在這個地方 這邊是西班牙 就是伊比利半島 上面是法國 對 其實過去在歷史上 在大概1640年到1652年的時候 加泰隆尼亞曾經短暫 大概15年的時間 是屬於法國的屬地 對 因為法國對他也沒有特別好 然後最後又回去西班牙 可是就是因為在這個位置上很特殊 尷尬 對 西班牙跟法國都曾經爭奪過他 但是根據這個書上的記載 這個加泰隆尼亞人 他們認為他們更像是屬於法蘭西文化的變種 就是屬於這個 對 他們認為他們比較偏向法國人 對 不屬於這個西班牙人 所以在心理上面 心態上面 他們覺得他們比較偏向法國 對 所以才會不斷地一直辦這個獨立公投 是 那其實他們過去甚至有自己的這個文字跟語言 對 跟現在西班牙的這個官方語言是不一樣的 只是後來因為這內戰關係 後來就被禁止使用 但重點是 我覺得歐洲最近常常 你剛剛提到 像之前像蘇格蘭要獨立公投也有 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可以稍微來瞭解一下 其實歐洲過去 就我們常常歷史課本看到這個圖 叫做封建制度 對 上面就有一個君主 君主下面可能有諸侯 然後有些 騎士 對 有軍人 或是有農民 但是這個圖 基本上它不是樹狀圖 它不是單 它是屬於一個網狀圖 對 就是說有的這個君主底下 有好幾個這個諸侯 但是諸侯又 很多騎士 對 騎士 但騎士他奉獻的諸侯又是不同的諸侯 對 就是我這邊上面寫的 老大的老大 不是我老大 通常 我的老大的老大 應該還是我的老大 主師爺 對 如果我的小弟的小弟 還是我的小弟 但不是 按照東方人的邏輯是這樣 對 可是在歐洲就有這個問題 因為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是說大家 老大的老大 不是我老大 不是我老大 所以代表他們這樣的一個 封建制度 雖然這樣的一個綿密 但是他們的向心力比較低 就是說 有的諸侯有不同的共主 所以問題就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為什麼這個 加泰隆尼亞 常常辦獨立園園園在地方 但是這個也滿有趣 加泰隆尼亞 就是巴塞隆尼亞 最有名的就是迪羅漢 對 迪羅漢 其實要能夠成功 就像這個圖很像 就是要大家很團結一致 然後以最少的人數 可以弄到最高 我就是這個勝利者 但是只要其中有一個 不合群或是掉棒的話 就整個垮下來 所以你說加泰隆尼亞 他這一次要辦這個獨立公投 雖然他們90%以上的人是贊成 但是按照這樣的一個習俗 有1% 只要有1%的不團結的話 基本上還是不會成功 但是這一次除了政治人物 跟經濟學家之外 我覺得足球迷是非常在乎 這一次的獨立公投 沒錯 因為西班牙夾這個 西甲 西甲裡面有兩個 非常重要的球隊 一個是巴塞隆尼亞 另外一個就是這個 皇家馬德利 對 那這兩個球星 剛好就是現在世界上 最有名的 最有錢最有名的 對 一個是巴塞隆尼亞的副隊長 是梅西 梅西是阿根廷的國寶 對 那另外是這個西羅 西羅是葡萄牙的 這個國家隊的隊長 對 那現在如果這個獨立公投成功的話 那巴塞隆尼亞就不能提西甲 對 沒錯 甚至可能要去提這個 法國足球賽都有可能 對 所以足球迷很擔心說 如果這一次獨立成功的話 以後你 除非你是在世界盃 或是歐冠盃 才可能看到這兩個對決 不然基本上 再也不會看到這兩個對決 因為這個巴塞隆尼亞 假如一代 西班牙獨立 巴塞隆尼亞他西甲 西班牙的甲籍連賽不能參加 法甲也不會接受他 那德甲 因為這幾個大國 都幫西班牙這麼講話 所以很快就看到 我們看到 梅西要來中超了 中國的足球連賽 因為他沒有地方去 所以我請教萬明哥 我們看到 上個禮拜我們做 庫德族的獨立公投 庫德族是全世界 最大的單一民族 沒有國家的 他們舉行公投 四國反對 到目前為止 沒有大國替他們撐邀 庫德族有自己的經濟來源 有自己的石油外銷 有自己的軍隊 有自己的自治權 他一樣 他自己的國旗國歌 沒有成功 現在加拿大農林 也要搞獨立公投 90%的選民支持獨立 馬上就是蘇格蘭的第二次公投 在明年的下半年要發生 天下和久必分 分久必合 本來在過去五年前 我們看到歐盟未來的發展 雖然有了歐債風暴 我們認為歐洲可能是越團結 或越分裂的一個轉折 可是目前看起來 整個歐盟 不要說歐盟 連西班牙 西班牙王國 可能都要裂解掉 您的觀察 這個一個地方 他要獨立公投 絕對不是他一家的事情 就像是巴塞隆納 如果公投獨立的話 那麼他可能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巴塞隆納的球員 到歐洲其他國家 沒辦法踢球 他球隊 沒辦法踢球 不是 他球員也沒辦法 因為他不是歐盟地區的人員 他的往來就業 或者說薪水都會受到影響 福利都會受影響 另外一點就是 其他歐洲國家的人 也不能夠到巴塞隆納去打球 有很多的不方便 移民的問題 這是很複雜的因素 另外一件事情 為什麼巴塞隆納這幾年 會鬧得特別兇 主要是2011年 歐債危機發生以後 本來西班牙政府給巴塞隆納 加塞隆納很高的經濟自主權 但是因為出了問題以後 歐盟跟歐元要求他進行緊縮 西班牙的中央政府 就把加塞隆納裡面 一些經濟方面的自主權 收回去 所以2014年2015年 到現在 天天都在鬧空投 2015年加塞隆納議會 已經宣布 加塞隆納不屬於西班牙了 但是你講歸講 但是歐洲其他 不管是歐元體 或者說歐盟通通反對 為什麼 因為這個東西不得了 我跟大家看一下 這是一個歐洲地圖 為什麼都有不同的顏色 歐洲普遍每一個國家 都面臨獨立公投的問題 比如說德國很團結強大 但是德國的巴伐利亞對不對 有錢 一天大晚都是胡思丹丹 看有沒有其他國家 有好的典範 如果先開地槍他就跟進 巴伐利亞也是德國最有錢 人均所得對不對 還有這個工業實力 最高的這個聯邦 對不對 那我再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你們都知道 蘇格蘭鬧獨立鬧得很兇對不對 這個蘇格蘭旁邊 底下跟愛爾蘭中間 有一個叫做曼島 只有2萬7千多人 他也要獨立 他這個政府 從10世紀開始 到現在都沒有斷過 他跟你鬧獨立的話 他既不屬於英格蘭 也不屬於蘇格蘭 那麼傳統上是屬於英國王室的 他哪天不爽的話 他也可以鬧獨立 對 另外這個蘇格蘭北務 自己也很麻煩 他還有一個外赫不利地 這個地方 也是一個小島 也是20幾萬人 對 也要鬧獨立 也在鬧獨立 對 你知道 所以大家都看 加泰隆尼亞 如果獨立成功的話 歐盟 歐元區接受的話 對不對 他通通都可以獨立了 對 然後我再跟你講些 你們可能都不知道 這個北歐斯卡尼亞半島這個 跟芬蘭這個地方 有一個叫做沙米人 是 就是跨蘿威跟衛典 對 這個沙米人對不對 他也一天到晚 想要鬧獨立 他也是一個歷史很悠久的 這個傳統的民族 那個希臘鬧得很兇 一天到晚有事沒事 那個齊伯拉斯還說 他要脫歐什麼什麼之類 不用你脫歐 他北邊也有個北這個叫做 伊比魯斯這個地方對不對 他也一天到晚準備要鬧獨立 而且1914年 他就成立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對 後來莫名其妙對不對 就併到希臘裡面 他那個幾十萬的老百姓 也通通心不甘情不怨 對 我再給大家看意大利 意大利的這個西西里島 大家都知道嘛 西西里島的講話 吃東西其實跟意大利人都不太一樣 對 上面還有一個沙滴尼亞 沙滴尼亞上面還有一個科西加島 從拿坡人之前就開始要鬧獨立 對 你看看這些國家對不對 他們怎麼可能接受對不對 加泰隆尼亞 輕易的離開西班牙 像這個大K剛剛講 歐洲很多小國家 上面還有他們自己 歷史上最主要非常複雜 比如說加泰隆尼亞 古時候 他是西班牙最大的一個小邦 一個邦國叫做亞拉綱 亞拉綱聯合公國裡面的一個小公國 這個亞拉綱聯合公國就是造成對不對 就促成西班牙統一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國家 因為跟卡斯蒂亞的兩個大的邦國 一起推動西班牙的獨立 還有從摩爾人手中對不對 收復基督教的土地 才創造了今天的西班牙 你先問一下 現在大家都要搞獨立 現在就很好玩 我看今天台灣一些獨派媒體很興奮 庫德獨立 加泰隆尼亞獨立 蘇聯獨立 哪一天 台灣也搞搞看好不好 這問題來 因為現在美國也有落獨立的 美國也很多 現在一個一個過 你要搞這個公投要過很容易 可是馬上戳破一個謊言 普世價值的民主投票 這個公投反正是最高權力 這個絕對是跟國際政治 有很大的關係 比如說1991年蘇聯解體以後 東歐的社會主義政權崩潰 最慘的就是南斯拉夫 那個時候這個西歐的這些國家 對不對 有意的要肢解這個 舊東歐的這個 或者蘇聯體的這個勢力 就把南斯拉夫對不對 三中兩個國家 通通分了好幾個 波斯尼亞什麼 克爾瓦艾西亞 對不對 然後不但造成他們獨立 而且在獨立過程中 還爆發戰爭 造成這個民族清洗的這個 中文大使館被炸 民族清洗的問題 現在這個問題就回到這個 西歐國家 你們當初對不對 可以讓克羅艾西亞 可以讓波斯尼亞 獨立 可以讓黑山共和國獨立 為什麼不能夠讓我這個 加太隆尼亞獨立 所以這個事情發生以後 你看這個歐盟執委會 到現在對不對 還裝迷糊 就是視而不見 歐元區就直接講出來了 你加隆尼亞獨立對不對 不適用這個歐元區的範圍 這個情況之下的話 加太隆尼亞真的讓你獨立的話 你在經濟上的這個發展 對不對 還有這個動力 就可能受到很大的影響 就剛剛大可以講的 光這個歐洲踢足球對不對 這個加太隆尼亞的人對不對 他們或者巴塞隆尼亞這個隊伍 將來要怎麼玩對不對 都出問題 連規則都沒有出來 而且大家現在也不企圖 去提出這個解決方案 隨便你投 隨便你投 然後你要投 你再怎麼玩都沒關係 第一個我不承認 第二個我裝得 不知道 第三個我覺得裝得沒看見 你知道嗎 顧德族公投協也是大家裝 大家裝得沒發生一樣 好好笑 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得出來 涉及到這個所謂公投獨立這個問題 就不是這個地區單獨的問題 不是你關起門來 我投完票以後就算數了 沒有這回事 一定是旁邊幾個大國還有權力的 考慮它地區的穩定 權力的平衡這些因素 膠雜在裡面 這才是一個重點 歐元開始大跌 我們看今天下盤歐元開始大跌 因為大家開始對歐元錢 你越來越擔心 照剛剛外明跟你們那張地圖 歐元真的混不下去 這貨幣真的會完蛋 所以這也是這幾年對不對 歐盟或者說德國 法國這些國家 對不對 他一直非常緊張的地方 你看看像是大家剛剛講的 加泰隆尼亞是屬於 次法國文化的地區 照理說法國人應該很高興 大家法國人不高興 你知道加泰隆尼亞 他都用加泰隆尼亞語言 上面有個安道爾 安道爾這個小小的國家 幾平方公里可以讓你獨立 加泰隆尼亞不能獨立 所以大家要看清楚